我们现在其实那个等里边呢 我们就认为它应该包括城市道路 这里面的道路桥梁这个等字呢 的解释呢 应该由国务院来解释 那么就是说兰州市人民政府呢 他对这个条例的这个解释呢 我们认为呢 是属于擅自任意的扩大的一种解释 收备的法律依据存在争议 让公众感觉物理看花 而新闻一加一记者采访时 在兰州书费站工作人员的手中 看到了这样一份 以甘肃省人民政府为抬头的文件 内容是关于兰州市收取 路桥车辆通行费的批复 其中第一条明确写着 同意你收取车辆通行费期限20年 既然有了一份政府的明文批示 却为何迟迟不公开公布 这样一份本不应该变得神秘的文件 却为何让公众一直无从所知 到目前为止 车主和包括我本人都被建造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去把这个文件调出来 让车主都看一看 那是遗憾的事 最后没有调取 在城里的道路上开车 但是要收取过桥过路费 恐怕这一点让很多人想得清楚 刚才我们的短片里面也提及了 南州方面对此的解释 是根据国务院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其中的一句话第十九条说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对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设的大型桥梁隧道等 当地说等就可以包括这个城市的公路 您怎么看这种解释 站得住脚吗 我觉得这个等的解释 显然不能够由这个收费的利益相关的主体 不论是南州市政府 还是这个城头公司 自己来任意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 如果从条例 道路管理的这个条例 整体来看 我觉得这个等的扩大解释 应该说是断章取义 没有依据的 因为整个这个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它讲的是城市的道路 城市道路和一般的公路不一样 城市道路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不收费 所以十九条才专门把这个要收费的 可以收费的列出来 因此从整体来说 你扩大解释就错了 再一个第二点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既然这是一个国务院的条例 一个行政法规 那么有权威的 真正解释权的 是国务院 而不是南州市 或者说城头公司 所以这两点 我认为都站不住下 用这个等字来解释 是站不住脚的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 我们新闻一加一 栏目的记者高琪 高琪你好 是 就是南州方面的解释 其中提到一个就是 用收过桥过路费 这种方式来作为抵押 像银行贷款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种抵押方式 有没有向公众做出一个解释 那老百姓都知道 我是用你们的钱 在进行贷款 老百姓知道吗 嗯 老百姓是这样 关于质押权抵押的问题呢 兰州当地媒体直到11月初 也就是政府决定 正式征收入桥费之后 才有所报道 有市民就将这种行为 细称为生米 已经组成了熟饭 而今天上午 我还从负责专门 征收入桥费的 这个管理处得知呢 其实早在2000年 也就是将近十年